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修法也是最好三天当中或者两天当中要修 现在我们修共同加行的时候一定要自己修 不然每天的机会就已经没有了 写下来我们要想到今天是讲的思维差别圆满 思维差别圆满的时候首先应该皈依和发心 这个是不能缺少的 完了之后我们要观想四种圆满 可以说是五种自圆满和五种太圆满 那么五种自圆满依靠自己的因缘而具足的 这种修法的机会这个意思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如果没有转到人身 修法根本没有办法的昨天讲的一样 旁生恶鬼都没有修法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获得了人身应该生起欢喜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虽然你获得了人身 但是你的诸根不具足 尤其是你的语根不具足 你变成哑巴 今生点矿砸 那这样的话发再殊胜也是不可能修行的 但是如今我们诸根都已经具足了 啊 具足了所以第二个自圆满已经具足 我们想如果这个粗根已经具足了 但是你转生到一些便秘地方 修法的机会也照样是没有的 但是如今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转生到佛法兴盛的地方 就是有教法正法的地方 所以也在这方面具足了这种条件 第四个想 虽然你已经转生到佛法兴盛的地方 但是相续当中被邪见染污 业绩颠倒的话 那么行持善法的机会也照样是没有的 可是我们今天也并不是这样的 无有业绩颠倒对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观点 我们还是承认 相信这个力量 所以应该知道 欢喜 虽然你对这方面没有产生邪见 但如果没有信仰佛教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没有修行的机会 但是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对佛教信仰 所以这一五条叫做五种自圆满 每一个道理先自己看说 就是在心里面把它应该想好 就无尽的围界雯伯泽 轮塔玛罗吉 我们以前也经常先把教证背诵 哦怎么样变成人诸根具足 生中土 业迹未到信佛教 把这个想好 想好以后不用看书了就心里面开始这样观想 这个观想 最后你自己也真正心起 哎 我从此方面我的精神的因缘真的很好 不然刚才所讲的如果我变成哑巴 也修行的机会没有如果我没有变成人 也修行的机会真正每一条违品对我来讲是没有具足 要具足的话我即生当中哪有这样的修行机会 自己心里面一定会生起欢喜心 这是自圆满的修法 然后他圆满的修法虽然前面的这些因缘有了 但是如果佛陀没有出世 我没有遇到佛教那修行的机会是没有的 但实际上我即生当中也已经遇到了佛出世的时代 所以第一条的他圆满也已经具足了 虽然佛已经出世了 但是有些佛在多界当中也是不说法的 而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出世那也没有任何用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现在佛陀已经转了三次法轮 所以我还是遇到佛法的虽然佛已经转了佛法 但是佛法最后到形象去最后已经隐没 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出世的话真的没有任何用的 可是现在教法还没有隐没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也应该生起欢喜心 佛法虽然没有隐没但是我自己没有趋入佛教的话 也没有什么用的就像我们身边很多不信佛教的这些人 虽然佛法在形成于这个世界 可是他根本不会趋入我们的团体也非常的可怜 可是我已经通过不同的因缘已经皈依了佛门 已经入了佛教所以这个因缘我也具足 然后我虽然已经入了佛教但是如果我没有上师 没有大乘的善知识来摄持我对佛法甚深的教理一窍不通 可是即生当中已经遇到了非常具有智慧慈悲的上师 已经摄持我我真的很欢喜 所以依靠他力而圆满的这五种因缘来观察自己相续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真的生起欢喜心 真的佛出师 佛说法 佛法注释 如佛教 善知识已经摄持我这就是真的不可思议 自己心里面生起非常大的欢喜心这叫做五种太圆满 我们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是应该 只要对人生难得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可以修行 因此下面开始这样观想 观想之后大家把善根一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大家一起观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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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点 rel序 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